好前總統馬英九不是到希臘參加一個這個論壇嗎 然後他的這個title稱為就被一改再改 那最後到底改回總統了沒呢 最後呢我們是看到了precedent ma 但是呢他的意思到底是什麼呢 而且這是馬英九呢自己當著這個希臘總統的面 跟他反映說你把我抬頭寫錯了 好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真的是一改再改怎麼回事呢 從原本的formal president of Taipei 台北前總統 再來呢formal president of Taiwan 台灣前總統 再來formal leader of Taipei 台北前領袖 好那在馬英九反映之後呢 這感覺很像今天幹嘛 今天英文英文課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面了 formal president of國民黨 Chinese Taipei 所以這到底怎麼翻呢 中華民國中華台北國民黨 前主席還是前總統呢 如果說要在英文單字上面 來說文解字的話 外交部還真的很會說 因為他的這個座位當然就不會寫那麼多嘛 所以他們就簡寫就寫 president ma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高明 因為president既有主席的意思 也有總統的意思 那就看你用在哪裡囉 那如果他只是這樣子簡寫的話 president ma 外交部說 這個就是馬總統的意思了 外交部回應 他說論壇行徑 詭譎 反覆喔 明顯受到背後二十例之事 刻意操弄的伎倆 昭然若結 他說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不會再回應了 OK 好 反正就到此為止是不是 好那你覺得president 是主席還是總統呢 不然聊天室大家來做個互動好不好 如果說你覺得是主席的話 你幫我加一 你覺得是總統的話 你幫我加二 看大家覺得 我以上這樣分析之後 你覺得希臘這個論壇的意思 到底是主席還是總統呢 好那重點來了啦 參加這會議 你要看的是 到底談了什麼嘛 閉門晚餐會 談的一樣是台海 馬英九直接說了 台灣不會有烏克蘭 大家可以保持關注 但是不需要過度擔心 好那再來呢 其實有很多的一些外交紛爭 包含到底有沒有矮化國格什麼的 譬如說蔡英文出訪 被稱之為蔡嘉賓等等的 好瓜地馬拉總統賈麥黛呢 還記得嗎 4月25號立院演講 他就說中華民國是真正的中國 其實在這個蔡英文出訪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子講 所以到底 中文也要來說文解字 英文也要來說文解字嗎 好那現在呢 小心說總統蔡英文在台灣面對國格矮話都不敢當面反應 質感事後叫外交部隊 國內澄清 兩個總統捍衛國格的高度 領導人的風範 真的是差太多了 好 的確了 我們看得出來 到底這個時候就看得出來 底氣在哪裡 好那前 國民黨主席 國民黨主席前立委 這個現任立委 這個洪孟凱呢 他批評 他說呢 這個各國都應該要尊重中華民國前總統的職稱 應該要寫完整一點 也呼籲外交部要硬起來 但外交部翻案人卻說 這個有點像硬拗 他說 劉永健他說 他是明顯的背後 就是我剛剛說的 有什麼惡勢力操弄等等的 外交部不隨之起舞 不再回應了 馬英九前總統 他的職務 就是前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我們呼籲各界各國政府 都應該要正視 並且尊重中華民國前總統 這樣的一個職稱 而如果一而再再三的 這樣子更改 並且到現在 有持續矮化的話 我們也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更要求我們現在的外交部 一定要硬起來 外交不分藍綠 不分黨派 現在別的國家 對於我們的前總統 如此的藐視 這其實也就是對於台灣 兩千三百五十萬人的不尊重 我們請我們的外交部 以最嚴厲 以及最強硬的態度表達抗議 要求他們更正 這的確是很明顯的矮化 所以我們要建立馬英九 要跟以前周美清訪日 故宮沒有加上國利 他就把這個周美清訪日的形成暫緩 所以如果說希臘一直用這種矮化的頭銜的話 我認為馬英九也應該表態就是說 用這種矮化的頭銜他不去 那有適當的名稱 尊重台灣的前總統的名稱才去 這才表現出馬英九 護衛台灣中華民國台灣的一個風骨 希望馬英九可以做到 不要說被矮化這種名稱 還乖乖的去被矮化 這樣子就不太恰當 30年前 30年後 孤王會談 30年前 在新加坡達成了多項協議 只是隨著時間過去了 台海的局勢為什麼更加動盪呢 台北跟北京都舉行了 這個國王會談 30周年的座談會 不過不同於台北廠 對於九二共識是隻字不提 大陸在北京舉行的會議上 從官方代表的國台辦主任宋濤 到民間的海協會張志軍 都不斷地強調九二共識 不可抹去定海神針 要先承認才能夠求同存疑 國台辦主任宋濤 與海協會會長張志軍一併落場替國王會談 30周年座談會拉開序幕 這場會議外界關注陸方如何回應 海基會董事長李大維 日前對於當年國王會談得以舉行的九二共識 只字不提 海協會長張志軍不斷強調九二共識是兩岸政治的基石 更透過30年前孤王會談歷史性的一刻 對台喊話不要誤判行事 尤其蔡英文上任以來 遲遲拿不出更好的兩岸論述 雙方交流機制停擺下 承認九二共識才能恢復對話 一小時的會談中 從官方到台商台青等與會者不斷圍繞九二共識 陸方也再度把反台獨的立場底線畫清楚 在官方會談滿30週年之際不同於台灣場市迴避了九二共識 陸方是不斷透過這一個場子釋出九二共識 才是兩岸政治協商和經貿往來的最大公約數 以上是記者連接線人配與北京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